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在立法院历经朝野党团 连日来挑征夜旦之下 原本预计今天就要在院会中 进行表决的 没有想到国民党团不满 被民进党直指 刻意拖延 《烟害防治法》的修法进度 因此在昨天协商时 直接奋而离席 也拒绝签下总预算案的协商结论 眼看这个会期 延会直到星期五就要结束了 但是预算案还迟时在卡关 民进党团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明在今天也再度为此道歉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宗 气扑扑不甩柯建明道歉 因为不满遭民进党团 开记者会抹黑阻挡烟 害防治法修法 气到连总预算都不想省了 直接走人 坐在对面的一整排绿委 完全措手不及 场面超尴尬 一百一十二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原本有多达四千七百八十案 经过朝野连日来努力 只剩一百二十案保留 但国民党正下拒签总预算协商结论 一切恐怕退回原点 来不及周五立院本会期延会 最后一天通过 他们面子要 理智也要 还骂我们一顿 这什么执政党 既然不在乎 算了 我们就撤回 我们就倾向不言会 时隔一天 曾明宗还是狠气 扬言拒绝再言会处理 但其他人可是急跳脚 政治意涵 多过于实际的一个状况 能够赶快发信金 然后总预算赶快过关 最不需要的就是闹脾气 一百一十二年总预算 早该在去年底做审完 但却拖到现在甚至可能破局 事关政府新年度各项计划 以及内阁改组时间 眼看蓝绿双方将持不下 柯建民也再度向国民党喊话 不要因为一个小事情 不签可以吗 他可以凑得了吗 造成一些误解 我可以道歉 这个零假的道歉 国民党团不接受 老同事能否坐下来好好留 就看柯总照 这番新意蓝营买不买账 这台笔组合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一大早 依然是维持早上七点半上班 亲自主持院会 要把普发现金的法案 送出行政院会 好 不过内阁改组在即 由执政党立委就喊话了 现在换格魁 并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但是党内人士也有人点名了 前副总统陈建仁 还有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接棒担任正副格魁 刚卸任的民进党县市长 像是林又昌 还有潘孟安 都有望入阁 主机长朱泽民下车走进行政院会 周四一早部会首长们要来开会 行政院长苏贞昌 更是在早上七点半就冲冲冲来主持行政院会 要把还税于民的发现金法案送出院会 我都认为没有内阁马上改组的问题 总预算在审查的关键的 最后通不通过的这个时候 本来就不能因为地方选举而改组 这个成绩不会因为我们去年底的这个败选而被抹灭掉 国人虽然在选举上面给民进党教训 但是不代表这个内阁的成绩不好 内阁改组关键时刻 由执政党立委发声给苏奎送暖 因为现在苏院长能否留任还没拍板 党内也有部分势力 看好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接棒 和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共组仁灿内阁 去年底刚新任的绿营县市长 前金龙市长林又昌可能接任交通部长 屏东县长潘孟安也有望接掌天下第一部 内政部 不过潘孟安目前意愿不高 倾向帮助赖清德打完2024选战后 再考虑入阁 行政院长能不能在位 并不是由立委泡泡而决定 我们刚刚说他是英选之人 他是蔡英文选的人 如果陈建仁担任行政院长 那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蔡总统想要就是直接一手掌控行政 蔡总统执政最后一年需要的是战斗内阁 选民想看见民进党的决心 到底是苏奎留任 稳军心还是陈建仁接棒 晚明心 最快周五就会有答案 这是台北综合播的 我们下期购博的决定 我们下期购博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